美中貿易大戰大打華為戰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沒有想到很多國家禁止華為 甚至我們的中研院 還有其他的一個政府單位 國防單位 聽說都禁止使用華為的手機 我要來看一下 這到底怎麼回事 給各位看幾張圖片 這一個應該是在南山大樓 華為的一個門市 沒有想到今天居然出現了大牌藏龍 大家都在講這個華為的手機 華為的設備 很有可能會洩漏機密 然後沒有想到 來 阿輝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華為要賣手機居然大牌藏龍 這樣大牌藏龍的現象過去只會出現在 iPhone的手機身上 但是沒有想到現在華為新機上市了 居然出現了大牌藏龍 阿輝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這是在南山微風沒有錯 因為那天其實是上禮拜六早上 那我也在現場 我有過去看一下 那現場大概 我現場沒有看錯 應該現場就台北就500人了 其實這個現象非常非常少見 老實講我們有一點有意外 有點意外啦 因為其實這次上市的這個Mate 20X 其實它不是新機 在我們上次上節目 其實之前就有介紹過Mate 20跟20 Pro 那其實它Mate 20X 其實它屬於大尺寸的手機 它其實本來並沒有 一定會在台灣上市的消息 那因為其實是賞上反應飯不錯 因為我有帶到現場來 因為它其實非常少見 是一個7吋 7.2吋大螢幕的機械機 那包括它的功能上面 其實它是介於Mate 20 Pro跟Mate 20中間 那其實台灣開出的價格 我可以說非常非常漂亮啦 因為其實本來預期 它價格應該是比Mate 20 Pro低一點 但是比20高 但沒想到它價格跟Mate 20一模一樣 甚至上市的話 它為什麼去排隊 因為它排隊其實優惠蠻多的 包括有預購禮 有送像是數位筆 有送車充 有送一些相關配件 那最重要是現場排隊 才多送大概3000多塊的記憶卡 跟車充組 大概現場 價值總價值說真的 官方說13000塊 我只是覺得大概蠻合理的 來 我們看一下 你那個特別看一下後面的這個 後製這個的話 我們其實總共是四個鏡頭對不對 三個鏡頭 三個鏡頭 然後另外一個是閃光燈是不是 對 閃光燈 另外一個是閃光燈 那這全部都是用到萊卡的一個鏡頭 對 萊卡鏡頭組 然後再來是因為它本身螢幕比較大 機器比較大 它電池也是很少見 都到5000mAh 鏡頭那麼多會不會不安全 你說資安考揚嗎 對啊 這點老實講 好 第一個我想 還是要替它稍微講一點的話 第一個是 各國禁止其實是它的通訊設備 手機目前還沒有這樣子的消息 它沒有那個什麼後門 然後這個你要調查的時候就 好 第一個 就是大家 我還是強烈建議大家 自拍之後穿衣服 比較保險 我叫我們的時間 很多人拍照的時候沒有穿衣服 那會比較有風險一點 所以你上廁所的時候不能放在旁邊 意思是這樣嗎 對 但是好 再來是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買的是 因為包括台灣銷售 是國際版本 那軟體跟中國其實是分開來的 那在台灣銷售是跟歐美版本是相同 是國際版本 相對我覺得會比較安全一點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有一些那個記者 跑去問那個排隊的民眾 那排隊問他說 那你不會擔心安全的問題嗎 然後那民眾講說 反正我也不是國防人員 我不是情日單位 他也不會來調查我 一般民眾不用擔心 老實說沒有錯 但是當然如果你擔心中國手機 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選擇性的問題 那這幾年我覺得華為 其實老實講 以前就有這樣子的擔憂 也不是這一兩年才開始有 就是中國手機嘛 那但是我比較覺得 還是因為它手機本質做得好 那民眾或消費者還是會買單 那如果手機做得不好 其實它就算在安全你也不會選擇 那麼三星在今年的 這一個二月份的時候呢 也要推出S10的一個系列 時間已經確定 就是這二月二十號 他們比MW 我們一般說在MW7發表新機 他們這次稍後提早到 到舊金山發表 那預計會發表 應該三到四款的S10系列 目前其實消息都蠻多的 網路上也蠻多的消息 那它也會用更多的鏡頭 跟像說 我這次大家比較期待的是 它會用新的前鏡頭的技術 因為現在螢幕都要越做越大 對 那以iPhone為首 就是我們叫稱叫做瀏海的畫面 其實大家也不是很接受 那它現在新的就是用一個叫做螢幕穿孔的技術 它正面是整個 整個幾乎是螢幕了 右上角大家要看這個不是什麼黑斑 它是鏡頭 鏡頭就牽在你的螢幕當中 可是那個的前鏡頭放在哪裡 它這個是 這個叫做水滴屏 它放在這個地方 它一樣這一邊 本來這邊是瀏海 然後它變一個水滴的形狀 其實有點像是水滴屏的一種另外的變形 它這個叫做穿孔屏幕 穿孔通常是叫我們自己俗稱 因為它其實在螢幕上打一個孔 然後放了相機的零件進去 那接著在台灣 其實在這一個月就會發表 他們低階機型叫A8S 也會用這個技術 所以大家都要避那個瀏海 那蘋果呢 蘋果2019年的話 瀏海有沒有可能不見 目前來看的話 有可能會縮小 但是我比較不認為它會完全消失 因為他們很重要 就是他們把指紋辨識拿掉 然後他們堅持要用 就所謂的人臉辨識這一塊 去取代指紋辨識 所以勢必這個瀏海 可能希望大家也希望要變小 但是消失的話 似乎好像還沒有那麼大的機會消失 好 這是這個蘋果 2019年 很有可能隆重推出的一個 新款的一個手機 那麼在2019年的話 這個銷售的一個旺季 手機市場到底是怎麼樣 各大的一個經濟單位 都是下調了一個 今年的一個手機預測值